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向你发出了邀请 在你来之前 我还在和秘书们商量后备方案呢 结果就是 没能找到任何合适的替代方法 这也提醒了我们 之后应该要做好相关的应急对策 总之 虽然又要欠你一笔人情 但你的到来 确实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不用担心 都是非常基础的工作 比如规划行程 整理有效信息等等 对冒险家来说 这些也是必备的能力 对工作方面的疑问 稍后由我来为您解答就好 除了刚刚提到的文书工作 还需要安排凝光大人的衣食起居 回应凝光大人所有的需求 日常工作虽说都不困难 但数量庞大 重复性高 将其整理并交给专人负责 这样就能各司其职 保持专注 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提升总体的效率 那么 就去办公的地方吧 百时会为你介绍具体的工作内容 是的 宁光大人 我们走吧 在我开始讲解具体的工作内容之前 我先要和你明确最重要的概念 宁光大人 作为黎月七星的一员 举手投足都会受到万千瞩目 随时保持他形象的完美 这就是重中之重 而我平时的工作 就是成为宁光大人最可靠的后盾 维护他的形象 扫清他的烦恼 比如 为宁光大人安排行程 挑选衣物 不 亲自为他更衣 涂抹香水 没有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和你强调这些工作究竟有多么重要而已 百时在工作的时候向来充满热情 教给他的事 他总能完成得很好 我很放心 他刚刚说这些话的意思 大概也是想把他心中的那份热情传达给你 谢谢 谢谢宁光大人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讲讲更实际的内容吧 百小和百文两位秘书承担的工作都有很强的专业性 而我主要负责宁光大人的日程安排和衣食起居 我会把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与经验都传授给你 这样 你应该就能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愧是传闻中的旅行者 那我就省略掉繁荣的教学 直接把需要处理的事交给你好了 目前尚未排上形成的事有133件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有17件 这已经是我事先整理过一轮的内容了 只是时间有限 没办法做得更细致 重要的是 我先按顺序和你梳理一次 如果有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请随时提问 首先是与黎月八门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 接着是税法修订案的意见征集 然后是与克勤大人交流土地交易期限的相关问题 还有出席各大商会的问询会 接下来是 是的 在外人看来 日程安排只是为事物定下先后顺序 但其实这里面的学问非常深 需要考虑到交通效率 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等等 一切计划外的事都需要有丰富的相关知识 才能拿出派得上用场的应急预案 难道说 刚刚我罗列出的事物 有什么内容让你觉得困惑吗 那 我就继续说明了 时间比较紧张 接下来还有许多条目 还需要留给你 为凝光大人整理行程的时间 已经明白了吗 真厉害 这自然是最有效率的 那么 我明天的日程安排就拜托你了 很感谢你的协助 那么这个地方就留给你工作了 我还要去处理今天没有处理完的事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问问百石吧 凝光大人慢走 看来同时考虑到了优先度和时间效率 严谨又有规划 应该注意的都注意到了 做得很不错嘛 感觉你很有志 那么 就麻烦你明天早上 在凝光大人起床之前来到玄域阁 按照日程进行准备吧 有你在 我们就可以安心处理拍卖会那边的繁琐事物了 我也这么想 辛苦你了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在我开始讲解具体的工作内容之前 凝光大人做 而我平时的工 比如 为凝光大人 没有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和你强调这些工作究竟 百石在工作的时候向来充满热情 交给她的事 她总能完成得很好 我很放心 她刚刚说这些话的意思 谢 谢谢凝光大人 那么言归正传 百小和百文两 我会把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语经 不愧是传闻中的旅行者 目前尚未排上行程的事 也 这已经是我事先整理过一轮的内容了 只是时间有 重要的是 我先 首先是与黎月 然后是与客情 接下来是 是的 在外人看来 需要考虑到交通行 一切计划外的事 都许 难道说 刚刚我罗列出的事物 那 我就继续说明了 是 已经明白了吗 嗯 那么 我明天的日程啊 很感谢你的协助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凝光大人慢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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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他一定不会答应 原来这就是你的见解 嗯 很有道理 那么 就按照你的安排去做吧 我不多过问了 我想 宁光大人应该也有很多话想要和你说 开卖会那边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处理 我这就先告辞了 我也这么想 辛苦你了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知道了 我已经醒了 稍等一下 我换好衣服就出来 早安 昨天休息得怎么样 那就好 还担心你会有点不习惯呢 那么 将你的日程安排交给我看看吧 第一件事 前往琉璃亭 接受罗桥女士的宴请 我想起来了 这可要好好准备才行 不 是从来没见过的人 今天的午餐应该算第一次见面吧 因为她用高价买下了我的时间 我也理应认真对待她的付出 不然 只为了在琉璃亭吃一顿午餐 就花掉了几千万摩拉 不是显得很不值得吗 是啊 就算是这个价格 想要买下这个午餐机会的人 丝毫没有减少呢 话说在前面 这个价格我从来没有干涉过 能涨到这个高度 我也有些意外 对我来说 还是时间更宝贵一些 所以当初想到这样的交易时 我定下的规则就是 价高者得 后来 渐渐就发展成利润丰厚的生意了 总结得很对 购买这种机会的 大多都是商人 他们觉得现在花的钱 能在以后加倍赚回来 真想在复杂的商场中获利 还要看他们自己的见识与格局 我只是分享一些我的理解而已 我分享的理解 究竟价值多少摩拉 每个人的认知都不相同 没有统一的衡量方式 你的运气非常好啊 你有机会旁听这场午宴 还是完全免费的 这种情报如果在专业的商人手里 可不亚于几千万摩拉的财富 也不需要太过紧张 在出发之前 我们先吃些早餐吧 这些早点都是你准备的吗 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先坐吧 评一评我这群玉格上厨师的手艺 点心这样的东西 放久了口感就会变差 怎么样 合乎你的口味吗 别忘了等会儿还有一场午宴 吃的太多 说不定就会错过更棒的美食 不过 你这么肯定我的品味 我也挺开心的 偶尔会 但一般来说事情都会很多 大家都很匆忙 没有坐下来安心品茶吃早点的时间 通常来说 早点也不会有这么精致与丰盛 所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才会有点惊讶 还以为是你亲自下厨 为我加了菜吗 没关系 我开玩笑的 这些额外的菜式 应该是百时昨天提前安排的 你明知事物琐碎 还承担了下来 并且尽心尽力 几位秘书还有我 都十分感激 请你想用一些餐点 也算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回馈了 早餐能决定人一天的状态 可不能潦草 要是每天醒来 在饮食上只能感受到重复 那还没开始做事 疲劳就已经积累起来了 好了 看来都吃得差不多了 该准备前往琉璃亭了 在那之前 我还要做点准备 你能帮我把衣服 拿到我房间来吗 换件衣服 也可以换个心情 说不定你看到了之后 也会对我有 完全不同的印象呢 衣服 我已经吩咐蓝阳准备好了 你去找她取一下就好 那就麻烦你 我先一步回房间去了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哦 我之前听说了 那请你稍等片刻 我进去取一下 就是这个 麻烦你将这个交给宁光大人吧 嗯 因为这个房间里放了很多宁光大人的收藏品 不只是衣服 还有各种纹丸 玉器 最近正在按照宁光大人的意思调整布局 所以房间比较杂乱 目前并不方便随意出入 总之谢谢你 这个衣服就交给你了 麻烦你将衣服带去您 你已经拿到了吗 没错 就是这一件 麻烦你再等我一会儿 这件礼服你之前应该见过 我很喜欢它 那时并没有询问你的感受 你感觉怎么样 直白地告诉我就好 啊 谢谢你 其实我有点紧张 能得到你的肯定 我对它就有足够的信心了 如果心中更多的是担忧或质疑 那再好看的衣服 都没办法和它达成协调 更别提美感了 所以你的肯定 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 我们这就动身吧 去琉璃亭 宁光大人 宁光大人 不认为我们日理万机 能抽出时间我就很感激了 那我们就都不要客气 自然一点吧 这位是旅行者 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 今日正好他来到黎月港 我便邀请他随我同行 和他一起用餐聊天的机会 我想一时难得 他与我们同席 不知你是否介意 不介意 当然不介意 不如说特别意外 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那位旅行者也来了 我一直对你的事迹 充满了好奇 心中有很多疑问 不对 我还是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太激动 失礼了 我叫罗巧 是个商人 主要做的是布料生意 最近也想要扩展一些其他的业务 也是为此 我才想和宁光大人请教一些经验 没想到还有意外的客人 看来坊间的传闻都是真的 坊间的传闻具体是指 当然就是这位旅行者和宁光大人 关系不一般的这件事了 难道两位还没有听说过吗 宁光大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千万只眼睛关注着 他的人际关系也当然如此了 若没有不一般的关系 怎么会再得知你来了黎月港之后 就马上邀请你一起来吃饭呢 有意思 正如你所见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这位旅行者可是黎月港的英雄 也是促成了如今这般繁荣的英才 且不论我黎月七星这样的官方身份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我也非常欣赏他 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觉得宁光大人身边有趣的人 除了那位船长之外 又多了一个 这两位还是别相提并论为好 北斗每次回到黎月港 都只会让我头疼而已 他已经不止一次 让我错过绝好的投资机会了 时机巧到 都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是故意的 投资是指 最近非常火热的发光髓生意 不是的 是其他的商品 至于发光髓 只是有人在炒货而已 可是不是说有一项风担的新奇技术 会大量使用发光髓 真的能赚钱 那就该越少的人知道越好 哪有大张旗鼓四处宣扬一说 我之前让秘书做了一些分析 现在发光髓的价格 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加工品能带来的利润 所以谨慎为好 这样啊 本来我还想认真地让宁光大人为我考虑一下这门生意呢 在我看来 其中有很多人别有所图 这门生意短期之内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 未来很不确定 但现在你手里的钱 是你一摩拉一摩拉赚来的 使用它们的时候 一定要像赚取它们的时候一样谨慎与周全 您也这么觉得吗 嗯 我明白了 既然你们这么说 那我也稍微冷静一下 看来还是把这笔钱头在接下来想要做的产业上比较好 非常感谢宁光大人今天抽出时间到这里来 我心中的疑问已经全部扫清了 嗯 能帮上你的忙就好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宁光大人 也能成为黎月港最成功的商人 思路清晰 知识渊博 情报灵通 这每一项 我都要学很长很长时间 听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感觉有点无聊了 让你燃起了对商业的兴趣吗 哦 原来想当我的竞争对手 如果是你 那我不得不警觉了 这样吧 在你成长起来之前 我就会投资你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这顿午餐我非常敬兴 现在已经跃跃欲试了 再见 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 午餐结束了 接下来的事 你应该也有安排吧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拍卖会那边 不知道三位秘书 是否顺利 嗯 因为今天这场拍卖会的参与者 都不容易对付 虽然他们也已经身经百战 但还是会让人担忧 那我们走吧 拍卖会的举办地 在玉京台 你先将一顺利 你再赢了 你再泪 我几天 你再赢了 我为什么 我让你赢了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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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日本人 先生,您怎么来了?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过来看一看情况 我们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客人也在陆续到场 看这情况,应该可以准时开始 嗯,我明白了 那拍卖就交给我来主持吧 诶,宁光大人亲自来? 是的,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就由我来亲自应对 那会场这边就交给宁光大人了,我们会全力支援您,将会场之外的事都打点清楚 你之前参加过拍卖会吗? 那这次就参与看看如何 不交价也没关系,感受一下气氛也好 好的,那在拍卖正式开始之前,你可以随便逛逛 去看看拍品吧,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凝光大人的东西,价值应该都有保障吧 既然如此,价格稍微溢出一点,问题应该也不大 好像没看到特别吸引我的东西 凝光大人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吧 那他 你们钱带够了吗? 凝光大人的拍卖会 这么说吧 买到就是赚到,多买就是多赚 多买就是多赚 你钱带连英勅 黄的电厅 你钱带连英勇 特别人 李大人 他有点赚 你钱带连英勇 你可以看看拍屏 或者随意逛逛 说不定会发现你感兴趣的东西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嗯 怎么了 这就要靠你综合所有信息去判断了 这也就是拍卖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吗 如果没有触及你心中的极限 你大可继续加价 如果这个价格你无法接受 那么就只能让给别人 他或许没办法给出最公道的价格 但一定能筛选出最认可他价值的那个人 嗯 期待一下吧 第一件拍卖品 是我珍藏的茶杯 起拍价一万摩拉 各位可自由叫价 我出两万 三万 五万 八万 八万 那我加到十万 十二万 十五万 还有人跟吗 十五万一次 十 十七万 十八万 十八万 第一次 十八万第二次 十八万第三次 成交 是我的了 那么 接下来的一件藏品 先由我来介绍一下 看你全程挺投入的样子 不过好像一件东西都没有买到呢 可惜了 那是当然了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想来卖东西的 我猜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平平无奇的东西 都可以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既然好奇的话 就直接去问问吧 他们会给你满意的回答 哎 运气不好 没卖到几个东西 竞争的人实在太多了 看来都是懂行的 没办法 我只能下次再来碰碰运气了 我总会被命运眷顾的 哎 你问我为什么要出这么高的价 那还用说吗 因为这是宁光的东西啊 虽然东西看上去很一般 但只是因为我的眼光一般 知识储备也不足 总之先买下来 然后赶快找个人帮我鉴定一下 我就发财了 这可算是下了血本 不过最后的结果也很让我满意 只要是从宁光这里买的东西 就永远不会虚高 像我这么相信宁光大人的买家 大有人在 我能赚多少 就看有多少人比我更狂热了 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吗 没错 每一位参与者都看出来了 这些物品本身并没有多高的市场价值 但他们还是都给出了高价 这种对价值的判断 真的是源于对我的信任吗 你再等等就明白了 那位花了最多的钱的人 一定是最快反应过来的 如果只是为了利用他们对我的忙性赚些小钱 我有一万种比做拍卖会更加简单直接的办法 这场拍卖会的每一位参与者 都是我根据情报精心筛选出来的 宁光大人 你今天拍卖的东西都有点不对劲啊 虽然不太可能也请恕我失礼 但是天拳大人 你应该不会在这种拍卖会上卖假冒品吧 假冒 他们本就没有仿制的对象 哪里有什么假冒的说法 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器具而已 拍卖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人胁迫或者诱导 每个出嫁都是自愿 那是因为相信你呀 宁光大人喜欢摩拉谁都知道 但我们同样知道你爱才是取之有道 而非坑蒙拐骗 你好像用了很危险的词 如果拿不出证据的话 我可以依法控告你的诽谤 整个拍卖会 其中的拍评 还有所有的流程 若你有不满 就请指出我何错之有 你 你 好吧 从道理上来说 确实没有问题 我只能吃这个亏 但今天拍卖会的事情传出去 只会让别人觉得 宁光大人太精于算计 以后都不敢和他做生意了 这对你来说 真的是有利的吗 那我也要问你 你说你愿意出高价 是因为对我的信任 但事实真的如此 不 不 不 难道不是因为 你现在就偷偷收藏着我群域阁里遗失的珍贵藏品 群域阁坠落之时 上面收藏的无数真品尽数入海 虽然事后我组织了打捞 但还是有很多东西遗失了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以见不得人的方式留回了里岳岗 再几经辗转 来到了你们的手上 难道说 没错 今天所有的参与者 都是持有我遗失藏品的人 换句话说 只有在我这里尝过甜头 才会坚信还有便宜可占 现在 你还能说 以如此高的出价购买我的东西 是出于信任 而非贪婪 这次拍卖会不为别的 我只想要回我的藏品 如果你愿意原样交还 你拍卖花掉的钱 我会全部退给你 好好好 还给你就行了吧 果然不好对付 我这就会去拿东西 请稍等我片刻 虽然态度不好 但挺配合的 这样就好 因为被从海里捞起来的东西 几经转手 情况各异 误权的认定非常麻烦 燕飞也说 很难支持我的主张 按我的性格 又不甘愿再去买一次 被这些人宰上一大笔 在试探过之后 发现果然有很多人不愿意配合 所以我只能用拍卖会的办法 干净利落地解决纠纷了 想要追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是人之常情吧 而且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从来没和别人讲过 因为我觉得有点幼稚 你觉得 群裕阁是靠什么 寄退了奥赛尔 我觉得是他内部蕴含的能量 以及他自身的重量 重量令他能够以难以撼动的趋势 直击奥赛尔 而能量引发了那耀眼的爆炸 我觉得群裕阁上的每一个东西 石墙也好 粮柱也好 大大小小的百件也好 都化为了那时的重量 但这些东西 最终成了商人满足贪欲的物件 想到这个 我就思绪难平 谢谢你的理解 正好东西送过来了 我带你欣赏一下吧 历史在文物上凝聚了耀眼的光辉 而如今 它又多了一层时代的意义 请注意安全 宁光大人 抱歉 没有没有 那我们就都不要客气 这位是旅行 今日正好他来到黎月 他与我们同行 不介意 当然不介意 不 我一直对你的事 不对 我叫罗巧 是个商人 也是为此 方箭的传闻 当然就是这位旅行 难道两位还没有听说过吗 宁光大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千万只眼睛关注 若没有不一般的关系 怎么会再得知你来了黎月港之后 就马上邀请 有意思 这位旅行者 可是 且不论我黎月 当然不会有什么 这两位 他已经不止一次 投资是指 不是的 可是 不是 真的能赚钱 我之前让秘书做 所以 这样啊 本在我看来 未来很不确定 你也这么觉得吗 嗯 我明白了 看来 还是把这笔 非常感谢宁光大人 能帮上你的忙就好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宁光大人 你思路清晰 知识渊博 情报灵通 这每一项 我都要学很长很长 听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感觉有点无聊了 让你燃起了对商业的兴趣吗 说明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理解能力也很强 如果缺摩拉的话 不妨也考虑一下做生意的事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这顿午餐 我非常敬兴 现在已经 再见 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 午餐结束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 嗯 也对 就算有意外出现 以他们的能力 也足以应对 说起来 接下来我们的安排是什么 啊 原来是这件事 说起来 确实有一阵子没见过他们了 那我们先去一趟明星斋 见他们之前 我需要取一个东西 你好 我是来取之前送来的维修品的 那个 凝光大人您稍等 我现在就取过来 嗯 不用着急 小心为上 嗯 是 但又不完全是 在你的印象里 和明星斋有关的 大概都是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吧 这里的工匠手艺很好 在我需要定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总会联系他们 不过这次交给他们的是一件修理品 从价值上来说相当普通 甚至修理费 已经超过了他本身的价值 您好 凝光大人 书子已经修好了 麻烦您确认一下 我们尽力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 但由于损坏情况比较严重 书子上还是难免留下修理痕迹 嗯 没关系 辛苦你了 但对于我的情报人来说 这是很宝贵的东西 承载了他与母亲的回忆 他们经常给我特别重要的情报 所以在他们有求于我的时候 我也应该尽力回应 对我们来说 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比利益要重要得多 你这么想也没错 确实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只靠摩拉就能解决问题了 但这次要见的情报人们都比较特殊 这时候摩拉就不是那么好用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 和他们见面才会让我更加期待 谢谢你的修理 欣西 帮了大忙 哪里哪里 帮上宁光大人的忙 就是我的荣幸 那我们走吧 去情报人那里 凌光姐姐 凌光姐姐好 你们好啊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他们几个都是我很可靠的帮手和朋友 一开始 我也不想让他们去收集情报 但他们积极性特别高 我觉得事实也无妨 就当是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吧 结果他们表现非常好 而且很乐在其中 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 都是很有益的事 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很开心 爸爸妈妈带我去玩了很多地方 每天都开心得很 可是你作业一点都没有写吧 那 那也是没办法的吗 这样不行啊 老实说了 接下来里月稿 会迎来全新的时代 而我们 就是新时代中最关键的人 这也和那场大战 息息相关呢 毕竟这次巨变 在千年历史中都绝无仅有 在人的时代里 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你呢 楠楠 你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 好像一直都没有说话 我 没有啊 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了对了 宁光姐姐 前天 有好几条大船开进港口 对 商人都围在船下 到处都很惨 然后船上的人 就一箱一箱地 把箱子运下来 空气里咸咸的 惺惺的 哦 我知道了 是远扬渔船回来了 他们的载货量如何 我教过你怎么看 啊 我知道 我特别留意了船吃水的位置 应该是满载 原来如此 听起来收获非常不错 船越重 船体下沉就会越厉害 那么只要掌握船体进入水的深度 就能估计船上的负载 而多少深度代表满载 不同的船会有所区别 但常见的船 只凭经验就能判断 之前宁光姐姐就这样教过我 现在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前几天就在这附近听到很多人在说 马上会有风担的大商人来收购发光水 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还会涨价 嗯 这样吗 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人在说吗 我 我记不清了 那 能更准确地付述一下他们的话吗 我也记不得了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平时你都是最能说的一个 怎么感觉你今天好奇怪 没关系 不用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准备了能让你开心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书子 宁光姐姐居然还记得这件事 当然了 我答应过的事就一定会做到 谢谢宁光姐姐 谢谢你 小事而已 不用这么激动了 但是 但是 他们都说 宁光姐姐忙得很 这么普通的书子肯定记不起来 他们 脏了 没关系 看起来这里面是有些误会 趁这个机会说清楚 不是最好的吗 对呀 宁光姐姐肯定不会责怪你 对不起 其实我撒谎了 发光碎的事 不是我不小心听来的 是有两个大人让我这么说的 我说我不可以骗宁光姐姐 他们就说你一定会忘了我的书子 我说不过他们 他们还买了新的书子给我 我 对不起 我马上把书子还给他们 再好的书子 都没有宁光姐姐修好的书子好 这不是你的母亲离开里越岗之前 送给你最宝贵的生日礼物吗 我知道它对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嗯 是的 我以后会非常小心 要是妈妈回来发现书子坏了 一定会伤心的 不过 这就有意思了 那这样吧 我帮你把书子还给他们 你能告诉我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就在码头那边 他们说让我完成了任务 去那边汇报 好的 不用着急 我去去就来 宁光姐姐要惩罚坏人了吗 不要把这件事当成热闹看哦 也不要跟来 我只是去和这两个大人讲进一个道理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要是你早点告诉我们 我们早就拆穿这个谎言了 就是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还是很厉害的 嗯 谢谢你们 那孩子会不会穿帮啊 而且说实话这种做法 有点卑鄙 哎 我也知道 但实在没办法了 不用想太多 南南她是宁光很信任的情报人之一 听说宁光对她很好很宽容 就算她的逻辑不完整 也不会被怀疑 那你们也太小看我 和这帮孩子了 宁 宁光大人 你明知道那个梳子 在南南心里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你还利用这一点 煽动她的感情 对一个孩子灌输错误的认识 动摇她单纯的心智 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我 我 对不起宁光大人 我 我们不该对你起这种歹心 生意场上的事 本来就是尔虞我诈 倘若你们真的利用情报骗了我 那我亏了钱也无话可说 可是摩拉也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 为了赚钱去利用小孩子 你们知道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吗 其实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合伙做生意 做了很多年 一直都没什么发展的机会 这次听说了发光髓的行情 我们就想着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赌一次运气 我们囤了好多好多发光髓 眼见她的价格不停地上涨 我们想这次能赚大钱了 结果丰单的商人迟迟不来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 这次炒货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很多拿着货的人都想跑 但是我们囤的货太多了 根本没人愿意接 是啊 只要宁光大人能出手 那商人们也一定会跟风 价格也自然就 如果货卖不出去 我们两个一定会破产 而且还会潜移屁股的债 实在是没有办法 老实说 借钱参与这种投机之事 完全不值得同情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完全理智的判断能力 对物欲的贪婪 对财富的追求 对现实的急躁 都会成为冲昏人头脑的东西 现在你们知道 投机需要承担多么严重的后果了吗 当然知道了 这么多天我们几乎每天都睡不着 求别人买我们的货 结果总是被别人当傻子 被幸灾乐祸地看着 我们错了 彻彻底底地错了 我们辛辛苦苦半辈子 所有积累都变成了泡影 现在 我们只想要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嗯 那这样吧 这批发光随我可以收 不过相应的 我们需要订立详细的契约 我的购买价格 超过发光随在过去市场中 平均价格的部分 你们要在之后 以商业的形式回馈于我 诶 可 可是 这样的话就 完全没利润了 那你就去找 能让你满意的买家吧 这种时候还惦记着赚钱 那就真的没有人能帮你了 宁光大人说得对 我们现在能把货换成钱 还清欠账就不错了 别想着赚钱了 对对对 没错 虽然我也不需要这个 但是调查运作一番 总会有它的市场 那 那我们马上办交易手续 别急 交易是小事 认错才是大事 欺骗了小孩子 现在就应该跟我去 好好地和他道歉 这也是你们展现 毁过诚意的机会 我 我知道了 那走吧 我们回刚刚的地方找他们 我们回来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是之前的那两个叔叔 抱 抱歉啊 奶奶 之前说什么宁光大人 不会给你修梳子 都是骗你的 叔叔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请问你可以原谅叔叔吗 这个 宁光姐姐觉得呢 需要你自己决定吗 那 我觉得 既然事情解决了 没有引起坏的后果 就没关系吧 可是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几个 可不好欺负 是啊 我也不愿意见到 还有其他人想打你们的主意 我决定了 让两个叔叔陪我们玩吧 哎 好哎 有人笨鬼了 好主意好主意 我们快走吧 去北码头捉迷藏 哎 等一下 不行 不等 走喽 真是有精神呢 嗯 那是当然 让孩子们单独和那两个人在一起玩 我也不太放心 让我来猜猜你的想法吧 你是不是觉得 让孩子成为我的情报人 和那两个商人利用孩子的行为 其实没有区别 一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 他们看到我就跑开了 要不然就是浑身发抖 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但他们后来慢慢明白了 我只是想要和他们做朋友 我也尽心尽力 履行着一位大朋友应尽的职责 我除了陪他们玩 也教他们知识 教他们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教他们思考的方法 但从来不叫生意 现在他们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 都比同龄人成熟了很多 也因成熟收获了自信 我觉得 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之事 嗯 或许也能这么说吧 我小时候没有机会接受太好的教育 所以才希望能把我现在积累的一些经验 以教育的方式传承下去 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认识到 此事除了等价交换 亦有尔虞我诈 但那也没关系 那时候他们一定已经做好准备 有资格成为卓越的商人了 而在那之前 我会保护他们的 我终将老去 七星更迭换代 离岳岗依旧繁荣 我希望宁光这个名字能活下去 不再代表我这个人 而是成为一种符号 如此传承 我的所思所为 便能超越岁月的极限 宁光姐姐 快跟上来呀 不然我们就不等你了 来了来了 走吧 趁着光景正好 happened 不得不得